今天我們是玻璃兄弟 诶 今天呢 嗯 我們上次在課堂上面有没有 我们讲了一个很 怎么讲 一个蛮好笑的事情 Coefficient 哥哥你可以讲一下 Coefficient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Coefficient这种东西 还需要我讲吗 这个Coefficient 不是Coefficient Coefficient是它的指数 是Correlation 英文实在是 也不太行 Correlation是说关联性 就是说A事情跟B事情 它的关联性是什么 关联性呢 可是关联性它有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是关联性它代表一定是因果关系吗 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那个causation 就是说你关联性跟因果性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scatter plot 那scatter plot上面有不同的点 不同的痘或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稍微从这个scatter plot上去 找到一个连结性或是规性 或是怎么样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说 这个连结性呢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问说 这个连结数 问其中一个同学 大概是看起来是 大概是多少 猜是多少 猜是 看起来有症有负 可是看起来都是往同个方向走 所以大概是86 然后这时候老师就看着我 说冠杰 你觉得这个连结性大概是多少 我就想一想说 我觉得应该比86再高一点 应该是87吧 那全班就开始笑了 全班开始笑了之后呢 然后老师就说 那冠杰 你为什么觉得是87呢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因为我看到廖 我一直觉得是87这样子 对 他就看着我的脸 然后那边渐渐的笑 然后就说 我觉得是87 因为我看到我弟弟的脸 然后呢 你知道我做什么吗 你就真的是87 我就当 全班面前 然后对他比一个很大的宗旨 对 like yeah 宗旨 in your face 那今天一开始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correlation does not equal to causation 这种事情 你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你要讲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是想要用一个很基础的case 去看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供应商的管理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从刚刚那种很 很听起来很智障的故事 然后变成供应商的管理 是完全有一个 有一个不明其妙的连结性吗 其实供应商的管理以后 很多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correlation does not equal to causation 你觉得在供应商管理弟弟 你跟供应商的这种供应链 已经处理那么久了 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correlation跟correlation是一定一致的吗 我应该说今天会讲到这个话题 就是也分享一个 就是我自己碰到一些事情 那就是用这个案例来跟大家讲 就是所谓的就是correlation 然后就是说 所谓的因果关系这样子 对不对 那是这样子 大家在想 当供应商在找 比如说他的生意 对不对 你要卖人家东西的时候 他是为什么要卖 那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他商业模式嘛 对不对 然后商业模式 他当然要卖东西才会赚钱 那有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会特别需要拜托人家买他的东西 那这时候你觉得会是有什么情况呢 特别需要人家买他东西的时候 是因为他可能他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他等于营收下降 他必须要有人去填补他的营收 对 这是一个嘛 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说 他发现可能他库存太多了 库存太多 然后就要去库存嘛 所以说 哎呀 我卖点便宜一点啊 你多卖一点嘛 卖掉了 对不对 那其他有什么其他可能原因呢 其他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 呃 他可能 呃 就是想要多赚一点钱吧 多赚一点钱 因为多卖一点 对不对 可能我利润 我本来就有利润 我们本来价格都有利润 然后我把价格压低一点 但是我要提高我的营收量 那背后原因 可能有其他原因 对不对 嗯 那还有什么第三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 我不知道 你跟我讲 还有什么可能 第三种可能 就是我们今天来探讨 因为一般来讲 商业逻辑上来讲 就是当今天有人 在推销给你买东西的 然后就是说 给你一个大优惠啊 或什么 那你可能 大家都会想到 前面两个原因嘛 那 但是其他的 还有一些原因 其实可能 本身跟他的生意 并没有太大关系 或是跟他的所发展 第二曲线有关系 那这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 我不会讲公司的名字 就是说 最近碰到一个案例 然后就 就听他跟他聊的时候 已经蛮有趣的 就是他在做 原物料的买卖生意 那本身 也有做些生产 也有做进口 然后呢 就是说 他怎么样呢 就是跟他聊了一下 就是说 他在进口的 同时 或者在生产的时候呢 他也就是发展 一个新的生意 然后刚好这个生意呢 是台积电供应链 它是一个化学药剂 然后是来做 这种废水处理和清理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有个蛮有趣的事情 是说 他在 他所要做这个药剂 这个废水处理的东西 是他在生产 所产生的负原料 才会产生 就是他本来 做原料的部分 他负原料 才会产生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的主原料 如果没有在使用 或没有在生产的话 那他的负原料呢 就不会出现 那就没办法 稳定供应台积电 对不对 这是一种化学的 chemical properties 就是说 它是这种chemical compound 它是 主原料出来之后 它才有byproduct 而是负原料 对 那在这种情况呢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说 其实这对他来讲 这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这开创的新的生意 对他来讲是第二曲线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台积电是一个 稳定的生意 而且他利润也会算 蛮稳定 而且算蛮不错的 对不对 可是他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今天 假如说你说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我断货 台积电不会理你 对不对 所以为了 为了这个 这个关系 那他会去怎么做 为了这个关系 他会去怎么做 因为 你说这个负原料 对台积电 是个很重大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应该是说 那我为了要能够 供应台积电 我会不断地 想办法去生产 我的主原料 才有办法产生负原料 才能卖给台积电 对 可是就是 又回到一个问题了 如果主原料 没人跟你买 或者说你主原料 就是说 现在市场价格 蛮竞争 那你要怎么办 市场价格蛮竞争 然后又没有人要买的话 那我就降价 你就降价 我降价 对啊 就是我 因为我付原料 可以卖给台积 应该可以卖贵一点 不是这样子 量可能不会比主原料多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 可是他中了一个平衡点 就是说 大概是主原料 多少 可以兑一顿的付原料 一顿主原料 可以对多少一顿付原料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在看 这个本身案例的时候 他可能出了价格 就是他均衡全量之后 他是认为 即使在维持一定的毛利率情况 或者是打平的情况之下 那他还能用他所谓的新开发第二曲线 然后继续获得利益 对不对 对 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 他会不断想要推销这个产品 甚至把之前这个价格 就是这原料价格 降到就是前所未有的低一点 会让人家觉得 蛮有趣的 那是他真的有降到前所未有的低一点吗 对他的公司来讲算是 可是在这市场蛮竞争的情况之下 他并不是最有利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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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讲 一开始讲那个8687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关联 你觉得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讲这故事一定有他的关联性 那你觉得 那这个关联是什么 就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在看 供应商 供应商 对不对 那他会想要推销你这个东西 他要讲比如说 就是开始 就莫名其妙砍架或怎么样 除了市场变动的机制外 其实他有时候会有背后其他原因 对 如果说你没有继续深入 你也看不到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 我们一开始会有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 一般来讲 我想说 他突然给我们好价格 我们来谈谈看 那我一开始想说 可能因为现在市场太竞争了 所以他想减价 他想 就是维持他的毛利还是怎么样 可是就是 深聊之后才发现说 他可能有这个第二曲线 他这个第二曲线 必须要靠 他自己本来 本身所在运转或生产的东西 才能让他第二曲线继续前进 所以说 我们一开始看到说 他砍价 可能以为是因为 correlation的原因 是因为 砍价大概是表示 因为市场竞争 他想要在求售 可是实际上 他砍价的目的是因为 他为了要能够 多生产出这个组原料 才能够去 fulfill他第二曲线 成长的曲线 所以说 砍价的correlation 可能一开始 我们大家以为是 就是因为他 他想要跟市场做竞争 可是实际上 他是为了能够产生出 第二原料 所以correlation does not equal to causation 就像这样子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这样子的案例 是不是在 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也常常发生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 我们以这个 很meaning的case来看的话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运用到 correlation is not equal to causation 你可以不会想到一些地方 这是正确 就是说 因果关系不绝对 等于所谓的这种关联性 因果关系不等于 这种关联性 OK 好 不是我问你 夏天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也有教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那个冰淇淋 卖的数量 我刚刚是把答案讲出来 就是冰淇淋卖的数量 越来越多 可是溺水越来越多 所以为了要减少溺水 我们把冰淇淋 不要卖 那请问这有合理吗 就是说冰淇淋卖越多 溺水越来越多 可是实际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夏天很热 所以我要吃冰淇淋 夏天很热 我去海边玩 我去河边玩就溺水了 所以说你不可能说 因为把冰淇淋的数量 那个卖的 那个限制大家吃冰淇淋之后 溺水就会下降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真正的因果关系 其实是夏天很热 对吧 还有什么例子呢 像比如说 好 我想想看 有什么例子会让人家造成误判呢 酒驾的多寡 跟 妹子常跑出来的夜店的次数 对 所以越多酒驾 代表很多妹子跑来去夜店里面 对 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为了要减少酒驾 我们要把减少妹子去夜店 对 不对 不对嘛 这样等一下不对 对嘛 那所以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什么 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什么 因为说很多 很多那个 喜欢 年轻美美的这些 有钱男人 或是富二代 对不对 会去夜店去看这些年轻的妹子 那当年轻妹子越多 他们就去越多 他们去越多的时候 他们可喝了很多酒 然后开车就变酒驾 嗯 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但是年轻妹子很多去夜店 不见得代表就酒驾会变多 不一定嘛 对 所以说你不能说为了要减少酒驾 我就减少年轻妹子去夜店 对 妹子不能去夜店 夜店就全部倒闭 对 对 对 这生活上其实有很多例子 那像比如说我们在观察 就是说有些生活资讯 对不对 那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图表 或者是一些就是对比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 如果说X轴和Y轴 然后还有 或者是两条线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所谓因果关系 有时候要考虑一下 他们的共通点在哪里 或者是这个共通点 或者是他背后的原因 造成就是说 他们有这个 这个比如说正向一起的关系 像我刚才讲的 冰淇淋和溺水事件 对不对 冰淇淋吃越多 溺水越多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正妹越多 然后酒驾越多 也不一定 对不对 都不太一定 不太一定 对对对 所以就是 我们在这场生活 看报章杂志 或者在看可能有些 尤其是就是这种分析的表格 有时候要看清楚 因为有时候 这些表格是可以 或者这些数据 是可以拿来误导人家的 那可能他有些 背后有些目的 对不对 是目的吗 还是说只是真的判断失败 对不对 我觉得也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 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供应上管理的案例 来去分享这件事情 柏林兄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